8月份的零售数据有惊喜 录得今年以来首次可以有跌转升 反映内地内需消费市场復原 大家看现在开始有多些期望 再提升到多少 内地多借的餐饮股的升浪 其实都已经维持了很一段时间 这次会集中谈谈啤酒股 其实啤酒股在夏天的时候 通常都会强势 但是问题是你看到过去一个月 其实它们在高位置都调整了不少 现在暂时在大概一个月低位的水平中走 如果计一个月之内的表现来说 比较最好的是清碧 计算今天的升幅可以说是力保不失 而润碧同期来说都要跌差不多6% 白威尔更差一点 今天除了说疫市要跌之外 其实都累计跌幅有差不多一成的了 大家都有点憧憬的 就是接下来的11国庆祭假期都来 大家放假都喝两杯 加上内地的零售市场气氛很转 你觉得这些啤酒股 其实都调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完美会不会是来到一个新的升浪开始呢 你说是不是完全是一个新的升浪呢 我不敢说 但是至起码近几段 见一些内需股份 甚至是啤酒股 其实是有点靠稳一点的 还有也有钱肯进去炒一转 是不是说完全憧憬 11黄金洲那样东西呢 我想只是借消息而已 我其实对11黄金洲 啤酒突然间会买得很厉害 我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憧憬的 只不过气氛如果一回来的时候 应该对于整个啤酒行业来说 这个看法会正面一点点 一我自己都还是有几倍 就是那个行业的高端啤酒的占比 还是很低的 这个对于青啤和润啤 接下来的毛利率向上 又或者是买的产品结构改善 那样东西都还是一个漂亮的憧憬 所以你看这些钱是一些很贵的股息 大家还是够胆买下去 嗯 就是大摩都刚刚 不是大摩是信仁 都有出报告的 去看好内地的啤酒股的后市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就是啤酒商的收入减少 但是盈利体还可以增长 而那个本土啤酒品牌长线 继续朝着高端市场发展 另外就是中国限制澳洲大麦入口 其实就看对春年内地的啤酒生产成本压力不大 他们觉得内地的本土啤酒商 不是那么肤浅的了 只是追求销量 反而着重看盈利 看着那个毛利率 究竟可以增长的幅度有多大 比如说润啤、青啤、燕京这些牌子 上半年在非核心地区的盈利增幅尤其是显著的 啤酒股在内地的抗疫的时候 其实都有那个销量压力 你看到很多夜场、很多餐厅 其实都在那个销售方面 没了夜生活 是啊 打压得很厉害 但是他们都做到 就是可以提升到毛利 所以如果大家看内需市场会复甦的 他们那些销量回升的话 盈利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弹的 盈利来说是的 毛利率也是的 其实今天啤酒股 你说这个投资股市 是市场环境迫出来的 他们唯有将那些啤酒高端化 可以做到一个加价的看法 才可以有个盈利的扩张 因为已经过去了 以往的十年 啤酒销量高速增长的阶段 其实现在每年 那个啤酒销量上来说 就算是正常环境 我们不要说 唯有COVID-19这些今年的状况 其实都是只有几个百分比的增长 所以如果你要令到盈利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你唯有在产品结构上做 所以现在去看 澳洲的大麦入口那里 我看的那个看法 就不是说太负面 其实是有压力的 对于这个成本 但是由于各个啤酒商 它们自己本身 去搜索这些原材料 其实它不只是搜索一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 其实你说 有一个地方 不太入到也好 它有办法可以在其他地方做到事情 还有大家要明白 青岛或者华润 甚至是百威 其实它的规模效益很厉害 它本身的厂销量上面的基数很高 所以摊均匀来说 我就不是说真的那么害怕 所以接下来都是在买 就是它有多少个百分比 可以将它的啤酒高端化 推高个毛利 你买啤酒股一定是买盈利质素 就不是买个销量 就算我们说 从疫情回来都好 其实销量都不是说增长得那么厉害 这件事情大家要先明白 嗯 你看到今天 那些啤酒股的股价表现 就跟着瑞银的报告的 那大家看 它就因为一口气 其实就上调了 两大啤酒股目标价比马亚评级 但是呢 唯独是百威亚泰 它是降了它的级的 去到看是沽收 那集中讲一下就是百威 因为它的股价 其实虽然这段时间都弱小了 但是 由四月低位至今 都累计弹了差不多四成的 那在高端啤酒市场上 其实它一向都有它的优势 但是问题呢 大罕就看 因为内地的夜店 陆续恢复正常营业 其实对它下半年 用力复苏的利好作用 在股价身上反映了 兼且就觉得市场竞争也是加剧 尤其是南韩那些地方 那如果说看那个啤酒销量的话 那么多只来说 清啤、潤啤 上半年的市占率都有得升 而百威唯独是 是要市占率不升反跌的 那似乎大家 已经没什么理由去拿着百威了 百威本身的投资量点 或者那时候IPO它推卖的东西 就是它是中国高端市场的大哥 高端的占比 其实比起华润和清啤来说 很多很多的 那么的确大家都明白了 它的品牌来说 就是很明显是贵 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些清啤 或者华润那些雪花啤酒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本身是一个投资量点 它的毛利率高一点 但是呢 现在成为了 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投资者觉得 就是未来没什么可以增长的地方 因为百威呢 如果你说再走这个高端化的话 它本身已经是有很多高端品牌 就是基数效应比较高一点 那么我们呢 就要想着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销量其实不是很增长的 就是你之前就是说 因为是有个疫情 所以它有个回升 我们讲报复式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的情绪 就正如瑞银所说 就是本身就已经在股价上面看了 就是之前升了上去28元的 那么它就反映那一针了 那么所以呢 那些钱呢 就会这样执意去流入 OK 你当个销量开始正常化 那么你现在讲的华润啤酒 都是高端啤酒 那个占比 都是占它整个销售 那个portfolio 只有10%都没有 那么你那个增长性 和空间可以大很多 那么青啤都是 青啤是多很多的 但是呢 就是at least 我们不是讲一个mature的阶段 那么所以呢 那些钱呢 就会很执意去流入了 那种青啤 就是贪它呢 就是叫做销售渠道漂亮 接下来都还有高端化 而本身华润啤酒呢 亦都是它的品牌 亦都有那个营兽性 亦都市占率高 但是它的高端啤酒 占比很小 那么盈利improvement 就是有起力 那些加进来之后呢 Hellicun那边呢 那就会帮到它很多 那个毛利率 那就是两种投资故事 那所以呢 投资者看看你喜欢比较稳稳稳的 就要买贵一些那种 就是买青青啤 就是你想拼一些的 追落后的 你就玩一只29天了